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就順便看看一些台灣的食材 我覺得是還滿有趣的 實體書店在台灣經營不易 成品在台灣 雖然有四十多家門市 其中像台北新義和敦南大型店中 為了生存 圖書銷售區 其實只佔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剩餘的區域都被餐飲文具 甚至是服飾生鮮所佔據 台開第一季營收數字 獲利十二點九三億 年間百分之四十三 現在得靠複合型經營 跨界搶財才能活下去 成品生活的這個股價 跟他們掛牌之後的最高價 已經呈現了腰斬的一個狀況 在台灣的內需市場當中 吃這一塊的確是一個 非常龐大的商機 不只成品 台北的水牛書店 還有宜蘭的小間蔬菜 都是複合經營 賣蔬也賣菜 也看出多角展形 拓展不同客源 是實體書店不可改變的趨勢 三立新聞宇宙 吳廖文 台北報導